現在世家有問題 蓮霧有問題 大陸進不去了 蔡英文 我們的陳其仲 沒有問題了 複製鳳梨經驗 成功的鳳梨經驗就好 其他什麼都不怕 最近民進黨的華麗數字 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民進黨 非常會玩數學遊戲 過去的這個有沒有 計次人口比 把大家驚呆了 有這樣算疫苗的覆蓋率 有這樣算嗎 全世界台灣獨一無二 所以這個部分又開始 複製鳳梨經驗 我們的鳳梨經驗 多棒 多了不起 不過在此之前 今天我覺得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背景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好水果 大部分送到中國大陸 為什麼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個背景大家必須要知道 雖然在這裡字比較小一點 導播 我們zooming 給大家看一下 主要你記不記得 2005年的時候兩岸破冰 當時連戰到北京 跟胡錦濤見面之後 當時的氣氛很不錯 所以大陸釋出了很多讓利 讓利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把一些利潤 把一些優惠 讓給台灣 希望兩岸關係能夠增進 當時大陸就對於台灣選定了 15項的農產品 所以祭出什麼 你看到水果是零關稅優惠 零關稅 不要關稅你知道嗎 其中選中的 包括台灣的蓮霧 世家 鳳梨等等 都在名單之列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大陸朋友每次都跟我讚美 你們台灣水果好棒 而且像世家他們覺得很特別 台灣的鳳梨這麼好吃 他們也覺得台灣人太幸福了 但當然現在兩岸關係不好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過程 其實是很辛苦 是談判來的 這印證了一句話 農產品的出口永遠是靠談判 不是說水果好吃就賣得出去 不是這個概念 你知道嗎 同樣的水果 我們如果賣到其他國家 關稅是多少你知道嗎 大概20左右 世家是20% 鳳梨12% 你送到南韓 像南韓他們也有保護主義 送到南韓大概關稅要到30 所以這個關稅很高 關稅很高的話 農民就沒什麼利潤 那中國大陸 他因為讓利的關係 因為有這麼一個背景的關係 所以是零關稅 但是現在 現在兩岸關係不好 所以你又罵我對不對 你又罵我 你又要去告我 然後我還要跟零關水油 這種事情嗎 豈有此理 當然我們的駐日代表謝長廷 他不忘在這個時候 講幾句話 他說中國大陸做法 是政治動機招然 台灣曾經在日本推銷冷凍世家國 未來應該要啟動 生鮮部分談判交涉 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叫做未來 你謝長廷不是現在是嗎 你在日本不是號稱 把日本經營得很好 跟日本關係很好嗎 為什麼要未來推動 農民現在需要你幫忙 而且三月的時候 鳳梨事件有沒有 當時大家就講 下一個就是蓮霧世家 結果果然一語塵塵 那請問你做了什麼呢 你在當時鳳梨事件的時候 你說你有幫忙 鳳梨賣到日本 日本人很喜歡 那現在你可不可以幫忙 把我們的蓮霧 把我們的世家賣到日本 給日本好朋友們 據說日本人不是很喜歡嗎 什麼叫做未來應該要啟動 生鮮部分的談判 現在就可以 你早就該動了 所以我想特別請教一下 這個卓議員長你怎麼看 你看到我們的蔡英文 跟我們的成績中 告訴大家不用怕 我們有鳳梨經驗 鳳梨經驗做得很好 少了中國大陸會怎樣 蔡英文說她臉書上漲 政府做了很多努力 鳳梨一到八月的外銷量 扣除中國之後 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六六 五六六 沒想到那個廣告詞 五百六十六 好驚人 陳之中告訴大家 怎樣 讓我驚呆了 正式管道跟對岸諮商 最後通牒來了 九月三十號前 你大陸不回覆我的話 我要跟WTO提出貿易仲裁 然後明年我根本不打算 把我們台灣鳳梨賣到對岸 這次的訴訟只登對世家跟聯誤 就看不太懂 大家驚呆了 這有點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翻譯成白話文 我的水果有蟲 你不買事看看 我限你九月三十號前回答我 你不回答我的話 我就去告你 然後他說上次中央擴大出口策略 鳳梨外銷 中國以外的市場 成長百分之五百六十六 日本甚至成長百分之七百四十二 我們台灣好棒棒 不用害怕 卓先生你以前所主掌的 這個彰化線 我知道也有很多不錯的農產品 巴拉 還有葡萄 鳳梨也不錯 也有對不對 對 也有 你怎麼看待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我們的陳吉仲主委 什麼都不怕 乾脆以後通通都不要送大陸 他們有問過農民怎麼想嗎 這個議題問我就問對人 因為我來自台灣中部的 農業生產大縣 我的家族做農產品外銷的 已經做了將近50年 所以我對這個農產品 有一點了解 我們之前在兩岸關係 非常好的時候 那時候兩岸一家親 大陸跟台灣的感情是很密切的 我是說民間的感情 那民間的感情 大陸的人民 對台灣人民是友善的 他們看到台灣人 就像我們失散多年的兄弟 失散多年的親人見面 他們看到非常的親切 所以我們當時我們彰化 把我們的彰化的農產品 透過綠色通道 銷到大陸去的時候 是賣得很好的 我們有一位彰化鄉親 他在上海成立了一家 進口台灣農特產品的公司 賺丸的 他這個農特產品公司問他說 那你這個生意怎麼做 他說台灣的水果在上海 上海是大陸的首善之區 他說那時候台灣的水果在上海 是高級品 是特殊的禮品 賣得很貴 賣得非常好 這個景象就像我們現在 在進口日本的水果一樣 現在台灣的市場 如果看到日本水果 會認為高級品 在當時大陸看到台灣的水果 是認為高級品 他還講了一句話很好玩 他說送水果的不吃水果 吃水果的不買水果 也就是說他們都是那種高檔的 做商務的馈贈 我今天上次跟台商講 你看到在大陸廈門的中樸市場 的批發價 台灣的鳳梨世家 每公斤是人民幣30元起跳 而且我們當時不僅是在做 高檔的水果 我們還做庶民的水果 我們的芭樂 當年我還去上海 把我們的芭樂送到上海的 全家便利商店 所以當時在上海 也可以吃到我們彰化的芭樂 這個都是一個和平的紅利 我覺得政府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為了人民的幸福 人民的生計 我們要把政治的算計擺在一邊 但是我想請教您 現在陳吉仲認為說 鳳梨經驗擺在前面 所以就算是世家 就算是蓮污貝卡了 不會怎樣 言下之意是如此嗎 但問題是這個鳳梨我們知道 它可以做成很多的加工品等等 鳳梨乾 鳳梨醬 然後這個蓮污還有世家 其實就不是鳳梨 對不對 它加工上 保存上 運輸上 也都比較困難 你看看出口商說 台灣世家外銷 不可能不依賴大陸 別的市場沒有這麼好賺 然後世家的運輸性很差 根本運不遠 是不是 水果政治學的作者也說 零到一很難 世家在日本幾乎是零 日本只有極少數的民眾認識世家 事實上世家這個水果 非常非常的特別 台灣人很欣賞 但是國外未必 你怎麼看 真的我們可以複製鳳梨經驗嗎 其實有一個關鍵 我們其實農特產品 是我們每個人所必須的 每個人生活所必須的 生命所必須的 它跟人類的情感是很接近的 所以這個農特產品的外銷市場 如果彼此之間有善利 它絕對可以賣得很好 而且銷路可以很暢通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我們的IC產品 如果放了一兩個月不會壞掉 你農產品 如果他不給你走綠色通道 他給你多一道檢驗的程序 你可能放在那邊就爛掉了 你爛掉了 還不能把它運回來 還不能就地丟棄 還有一些問題 所以農特產品 我覺得應該是要直擊於 雙方的善意之上 這是對台灣農民有利的 所以這樣的話就無解 鳳梨的話 我們看鳳梨 鳳梨是在2月26號 2月26號被大陸當局認為說 裡面有一些蟲 所以被禁止了 民進黨他的做法就是粉飾太平 大外宣 大內宣 我記得當時我們一些 做襪子的廠商 他也在做鳳梨的貿易 他說因為太好賺 因為政府都有補貼 10億元 對 他就是為了 這次又是要10億 他就為了要衝數字 好看 他第一年一定做得好看 粉飾太平 我們知道農特產品有一個 基本上關稅的問題 你鳳梨要銷日本 要交17%的關稅 交韓國的話 要交30%的關稅 所以基本上 如果要轉移市場是很困難的 這個關稅的問題 除非就是政府補助 民進黨他就是包括補助關稅 包括補助運費 等於說用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去幫他擦胭脂抹粉 這個就是民進黨現在的做法 對 你講得太對了 他用人民的納稅錢 去貼補農業 然後用農業幫政治服務 我問一下實惠 其實陳吉仲說實話 他翻來覆去就是這三招 補貼 罵大陸 叫人民買爆 叫人民吃爆 就是這樣 我想請教你一下 他現在要去告WTO 我先問一下觀眾好不好 水果書大陸現在卡關了 陳吉仲的處理方式 你打幾分 你滿不滿意 留言給我們共同加入討論 所以實惠 告WTO有用嗎 告不贏他要不要下台 他先承諾一下 不要用告來拖延時間 這五年來陳吉仲該負責的事太多了 就算不是被中國大陸退貨 包括每一年都會發生 農產品價格暴跌 每一年 每一年都是不同的水果 每一年我們就重複發生說 農民把水果丟在田裡面爛掉 或者是政府用低價去收購 大家還記得吧 什麼香蕉要劃一刀 讓你再拿回去 怕你又拿去使用 又拿去賣 每一年都是這個樣子 不是被人家退貨 就是我們自己產銷失衡 所以我不知道說 像那天我看一個網友講一句話 我笑出來 可是我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農委會主委如果做到這樣 我阿嬤也可以做 我覺得也是 農委會主委如果做這樣的話 誰這麼說阿嬤都可以做 對不對 就撒錢補貼 罵別人就好啦 坦白說我今天還特別去淘寶 看了一下就是 台灣的水果在大陸的銷售價格 我跟大家講 很好價 剛剛講的是批發價 我們講的是零售價在淘寶的價格 同樣是黑金剛聯物 如果它的產地是泰國的話 大概一公斤只有台幣130塊 可是如果它的產地是台灣的話 一公斤可以飆到400 500 這代表人家其實第一個是認可我們 很肯定 人家沒有針對我們對不對 很肯定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提供更好品質的水果 好啦 大木市家也一樣 大木市家如果是台灣過去的 鳳梨市家 如果是台灣過去的鳳梨市家的話 一公斤大概淘寶零售價 可以到300塊台幣 可是如果是海南三亞產的 他們自己海南產的鳳梨市家的話 一公斤大概只有180 台灣的也是兩倍 所以其實我知道是過去大陸朋友 是非常喜歡台灣水果的 所以我們的水果 大家之前都開玩笑說 好的 通通被大陸買走了 可是這無形之中 其實也提高了我們所有農民的收益 因為他會覺得很自豪 我今天做出來 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水果 我賣到大陸去升價百丈 甚至比泰國的 比大陸自己的都還要好 但是民進黨這幾年把這個局給玩壞了 他把它玩壞了 坦白說我覺得 民進黨這五年就叫什麼 得了便宜還賣乖 得了便宜還賣乖 不管是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承認說我們把刺激品賣到中國大陸 或者是其實我今天聽到一個農民 接受訪問 他也說三星都有糖 他說都有蟲 只是過去抓不抓 過去抓不抓 但時匯 我覺得 神医這種邏輯很奇怪 他要跟WTO打訴訟 然後他又說 明年不打算削鳳梨到對岸 所以這次訴訟 只針對世家跟聯誤 你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我想問 你有問問鳳梨農的意見嗎 這個鳳梨農同意嗎 第二個 你只針對世家跟聯誤 也就是說你明年難道世家聯誤 你還賣得進大陸 可能嗎 我覺得現在陳其中 就是在言而道理 我剛剛為什麼說大陸得了 民進黨得了便宜還賣乖 你看民進黨這幾年 不斷的用灑錢到新南向 灑得非常非常多 幾百億到新南向去 然後補貼到日本到澳洲 到中東的水果的運費 或是冷鏈的運費 目的就是說要幫台灣農民 開拓更收市場 結果我們一看 九成還是銷往中國大陸 好吧 那這是你最大的客戶 我們如果做生意 看到最大的客戶 一個人包你九成 你把他侍奉得像阿公一樣好不好 但我們我要賺你的錢 那你人是臭的 哪有人這樣子 剛剛我說了 同樣是黑金剛聯誤 人家可以從泰國進 同樣是鳳梨四家 人家可以從海南買 那過去為什麼呢 過去就是基於兩岸友好 合作跟讓利 民進黨得了便宜還賣乖 去年還說什麼 是大陸依靠我們比較深 你看沒有九二共識 我們也是都可以 九成都賣到大陸去 還要講這個話 你講著講著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TK 你講了講了 人家就嚴格給你檢查 他有沒有刁難你 你有沒有蟲 這才是重點好不好 陳其中敢說沒有蟲嗎 事實上你知不知道 農產品的出口跟進口 兩邊都要檢疫的 台灣也要出一個檢疫單 台灣的檢疫單 有很嚴格的去給人家檢嗎 出去外面都是合格的 不要丟台灣的臉 台灣的防檢局 有很認真的檢嗎